市長因為剛出門的時候 他的隨護快篩陽性 所以市長剛剛有趕快做的快篩 目前市長是陰性 我們等一下他去做PCR之後再看一下 我們看了一下就是主要還是動線的問題 因為現在人比較多 所以我剛有請他們先找警察局 再做一些改道的部分 讓一般的市民不會跟這個區域的快篩陽性的民眾混雜 可能還是要再簡化他們那個流程 因為現在我們看起來急診還是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快篩陽的部分的篩檢站是分擔掉了急診的量 這部分可能還是要再做一些宣導 然後第二就是表示可能再清楚一點 這兩天有開始是快篩陽性給藥 那這樣確實已經有先進醫院嗎 第一個他可能就不會擠到急診室裡面去 第二個在現場我們的醫師大概如果是快篩陽有症狀 大概就是減緩他的症狀的藥物 所以先做一些很快速的給他 讓他能夠回家安心的先進癢 這個可能至少他不會在急診室又等很久 然後可能狀況其實跟 因為他的症狀都差不多 這個反而是可以很快速的經過 所以急門診的話這樣可以減輕我們急診的負擔 我們替他以後也會個人的關係 運動也有時去到 他說什麼 我們替他 我問他 我們替他 我們替他